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聊法拍黄的事 法拍黄的这个事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法拍黄便宜 但是呢也知道法拍黄水深 不是一般的水深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法拍黄的故事 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实际法拍黄的报道 好那个法拍黄啊这个报道他这个这套房子拍起来拍了好多次啊 拍的这个很有传奇色彩 所以啊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借着这个案例啊 给大家讲讲这法拍黄里头的一些潜规则对吧 一些故事这个水有时候深深到哪儿对吧 呃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案例是这个房子拍的情况啊 据啊这个美日新闻的报道 好这房子啊那个三次流拍 然后呢超过百分之五百七十的溢价成交 然后又毁拍 然后最终呢以三千七百三十万成交 就是这一套法拍房啊的其换历程 然后这个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北京西城区文昌糊涂的移动啊那个一至二层 房产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经过呢一百六十五轮 对方的叫价最终的话呢 那以高出起拍价三千一百七十八万元 成交价三千七百三十万元 议价率百分之五百七十五点七 抢得了上述房产啊 这产呢出现了一百六十六次加价 每次呢最低加价幅度一万元 那有人呢直接加价四百多万 将价格啊一下就抬到了一千万以上的区间 而这个房子啊就在两个月前 同一套房呢也成交过一次 然后是进入了四百六十五次延时和五百三十三次进价后 上一次进价就是以三千七百万元拿下了这套房子 但令人意外的是啊这套房子再次上拍 理由是呢原买售人在第一次拍卖时啊 那个虽然进拍成功了 但是后来呢毁拍了毁拍以后呢 是白白损失了一百一十万保证金 而且在此之前呢这个房子还分别为三次流拍 是二零二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十七日和二零二年的三月二十九日 那而这个上拍啊首次上拍 该房子按的起拍价高达六千八百七十六万元 市场评估价九千八百二十三万元 保证金七百万元 两次流拍后呢 该房源的价格一路下调啊 到二零二年的挂牌呢 已经下调到五千五百万元 保证金六百万元 依无人问津 到后来啊 共有第四次挂牌起拍价降到了五百五十二万元 保证金变成了一百一十万元 而该房子啊 我们说它的公告信息可以看呢 它的其中啊 那个建筑面积六百四十一点三五平方米 总面积呢 六百七十三点二六平方米 建筑面积的占地面积呢 二百六十四点五八平方米 但规划用途房屋性质均未著名 该房屋呢 拥有啊 产权证用途呢 城镇供宅用地 第一家仓储 登记日呢 二零一二年 而且啊 公告做了风险提示啊 细平房 然后呢 办理平房过户的要求呢 过户前要重新测绘 测绘结果 被案审核通货后 方可呢 办理产权登记 而这个该房呢 也可以说 该标的屋啊 距离天安门广场 只有三公里 距离北京地铁 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 住在福建啊 有学校医院 是北京啊 绝对的核心地区 而且对拍卖里头 有关人员也显示 他这个房啊 有历史遗留问题 涉及腾退 费用成本较高 很多人啊 不知道腾退问题 但拍后呢 为支付为款 有人以为啊 这拍卖都是包含腾退的 但是啊 事实情况并不是那样子 我这报道都看看 看看以后 知道这个房子啊 它这个是大起大幅啊 它开始估价那么高 一下子的话呢 它实际上 比开始的估价啊 人家六千八百万 三千七百万 别看着 涨了这么多 它那个估价还没有开始 估价的大概 就是开始估价的一半多一些 知道吧 没有开始估价高 而且差好远 为什么这样 首先讲了这个腾退 我可以跟你讲 腾退这件事儿 这钱可能要的非常多 为什么呢 原来在北京的话 就有叫做什么 叫做标私户 如果懂的话 简称标私户啊 实际上叫做标准租私房用户 为什么叫标准租啊 这就是原来的话呢 那房子曾经的话呢 在这个文革啊 在什么时候被收给国有 然后呢 就把房子作为工房租给别人了 那租工房当然很便宜了 但后来呢 说产权还给你了 还给你了 那个工房的人腾退不了啊 腾退不了的 还按照当前工房的房租给你交房租 所以你买下来以后 你只能收购房租 其他你都干不了 这个就好贵了 你那个标准租 这个工房 你那个腾退不了啊 像这个事儿呢 北京当时这个大问题 后来解决了很久啊 这个到底怎么样 其实你对于那些人来讲 他也觉得亏啊 他如果这个房子不是说作为产权文革后落实政策还给你了 他就是工房 现在工房都可以个人买 对吧 个人买房改干什么的 那赚大了 结果他现在还得挤在这个小房子里 他当然他也亏了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成本 变成你们俩的问题 当然这个标司户是一种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新的法律允许是什么 你在这房子上设定永久居住权 也就是说他这房子可能他欠钱干什么的 但是他设一个永久居住权给他爸 给他妈 对吧 保证他们家人能在这住 能住到死 你也没办法 虽然说你这拍卖了干什么了 你可以去法院去拍了 他欠钱了 但是呢他这个永久居住权并不被打破 这事是个很可怕的事 对吧 因为他是在这个你法院查封拍卖之前的设定的 所以这个尼亚想得到的房子 那这永久居住权你给人多少钱去买吧 这个的话呢 谈不定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水挺深的 是啊 然后另外一个水深的地方啊 你看看他前面说了嘛 人家那个过户要重新测绘 重新什么 我跟你讲这重新测绘就是个大问题 呃 他不是法院一判就能过户的 那个地方呢 重新测绘 重新标注 那可难了 去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呃 这个天安门三公里那都是什么地方啊 呃 有些这个测绘呢 呃 北京市政府都是搞不定的 呃 原来的话呢 呃 都是国家领导人挂着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主任啊 那个测绘啊 金首规委 首规委的头 国家领导人呢 在那些地方别看房子小 呃 呃 直接把你拆迁了 按照拆迁的话 不给你过户 就直接把你拆迁了 拆迁了以后这房子呢 呃 比方说可以国家做一些重要人物的安置嘛 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你看这个钱的时候啊 你买了多少 呃 最后的话呢 这个水啊 呃 比较深 而且尤其这个金城买这些房子啊 都比较深 可能外行看看热闹看看 哎呀 你这个价格拍得极极极极极落的 呃 但是内行的话会知道 北京的房子的水比各地都深 知道吧 因为呃 北京的话你就算北京市政府 在北京市里头呢 呃 跟你很多大神相比呢 还是差的有点远 是这样的 不像说在外地呀 你到一个省政府省委呢 到头了 呃 北京还不是 北京市政府市委的 呃 在北京可不到头啊 里头还差的挺远的 所以这里头有好多深的东西 当然你说外边的一些潜规则也有 你比方说这个房子 呃 这么讲那个里头什么死过人啦 有些什么啦 做点什么假合同租令啦 呃 那个还多好办 呃 真正难办呢 就是这个测绘了以后才过户 呃 他不保证你过户 你去测绘 测绘能不能批准 然后在测绘的时候 人家说了 人家经过一个测绘 说这个地方 呃 适合拆迁了 你怎么办 适合改造了怎么办 为什么测绘还得特殊测绘呢 因为底下 在那个位置啊 底下那个里头有什么 呃 修的军事设施 从你底下挖了挖 你怎么办 呃 都市故事呢 呃 所以这件事啊 呃 呃 看似很奇幻 其实呢 呃 是你不知道其中的规则 呃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